各位同志 马华需要改革不是一项选择 而是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因为马华已沦为一个参政不参选的政党 今年初已故雪州主席 达特黄作信公开表明 雪州马华已经做好准备参战州选 这可能是他生前的一个愿望 想带领我们背水一战 多福成都 达到最后一个子弹为止 然而 壮志微仇 身先死 一切事与愿违 就在周旋的号角即将响起时 基层们准备披甲上阵 攻城掠地 奋涌杀地的时候 突然来个当头一棒 马华宣布了不善政周选 这等于我们还未被某政党完全剿密之前 我们自己就先高举白旗 也意味着 雪州基层们的努力都付诸冬流 如果马华在来界大选 也继续避而不战 美其名曰 韬光养晦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家看电视了 看什么频道 看RTM 因为我们到时 我们的情况也是RTM 各位 小弟支持马华的改革 包括培训党员 提拔人才 然而 竟然马华求财若可 就必须为财事举 选贤以能 而且 不论男女 不计老少 不管周数 最重要是 不分拍戏 大家说对不对 说起人才 马华本来就人才积极 尤其是我们的数学天才们 这些天才们告诉我们 比起509 马华在去年的大选 进步了100% 从一个国议席那么多 增加了一个国议席那么多 果然是100% 说的没错 可是天才们只说一半 没有说另一半 因为在上届国会解散之前 马华本来就有两个国会议席 何来进步 何来100% 其有之理 而且 天才们也没说 马华号称百万党员 在国会里222个国会议席里 只赢得两个 还占据不到1% 情何以看 同志们 从308开始 马华就每况愈下 节节败退 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 给人奄奄一息的感觉 小弟认为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某方为了争取有足的选票 做了一些伤害华社感受的举动 或发表了威胁华社合法权益的言论 马华为了担心影响有足的选票 往往我们应对的方法就是 四个字 内部协商 三个字 冷处理 两个字 逃避 一个字 像 就这样 我们流失了部分华裔支持 也就需要更多的有足选票 然后 当出现同样的情况之后 马华就更担心影响有足选票 只好用同样的方法应对 结果就是 马华流失更多的华裔支持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马华不改革 就会一直走不出来 因此 马华的改革方向 必须符合华社的期许 必须贴近华社的诉求 必须展示出 当华社的感受遭到伤害 马华会勇于发生 以理矩阵 当华社的权益受到威胁时 马华就挺身而出 拨乱反正 而要让华社相信 马华做得到 正如小弟在雪州大会说过 我们的重量级领袖 必须要有三寸精神 以示到华社占据 压倒性多数的选区上阵 让华社感受到 马华敢于直接面对华社 大家说好不好 小弟不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 或者我们的孙子 只能到国家博物院 才看到我们马华 马华不能败在我们自带人手上 因此 小弟恳请同志们 全力支持党中央进行内部改革 自小布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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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志们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有一位呢 就是雪器方刚的 来自普总的凯荣 谢谢你 爱之深 则之切 马华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刚才你提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马华今天的问题 从来马华党员 马华领袖 不会告诉你 我们过去2018年 一个议席 当时一国两州 2019年 这段话是领袖没有告诉你的 我在每一个十个演讲 我都提的 2019年 好彩我们有黄日升 让我们板平 多一个议席 这计划是不会遗漏的 一直来自我的口中 我们也说 马六加 荣佛州 提早选举 所以我们多赢了 六个州议席 所以原本2018 一加二 被人嘲笑的一加二 今天你喜不喜欢 虽然不达到我的这个目标 但是它毕竟是二加七 所以如果有人把这个过程简化的话 它就会变成是 好像我们在自吹之泪 没有 我们根本不会达到 我们要的那个满意程度 不过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只要传话没有完整的话 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非常欣赏 刚才你用的几句 几段话 四个字 三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内部学商 冷处理 逃避 和像 我用一个例子 当355法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内部处理 肯定避免不了 见当时的首相 我们忍处理吗 没有 我们号召全国85个律师 来到这里讨论 我们逃避吗 没有 我们正式面对首相 说首相你错了 各位 我们有像吗 我们没有像 因为没有像 廖宗来输掉了文东 马来票失掉 各位 马华从来没有四个字 三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大势大飞 面前 我们绝对不会逃避的 就好像 11月23号 就下个月 我们国家的法庭 上诉庭 将宣判 马来西亚的华小地位 是否违宪 我们从2018年 2019年 当时西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这个议题带到法庭 马华是其中一个政党 我们派律师上去 我们的法律团 在那边 每一次开庭 我们都在场 因为 我们跟华小 共存亡 11月23号 请你相信我 只要上诉庭的判决 对华小不利 马华将会是第一个站出来 捍卫华小的地位 各位 内部协商 冷处理 或者是逃避 或者像 在我们的字典 找不到 或许 今天在那些当官的人的政党 当你跟他提油价落价 这个什么 汽油落价的时候 刚才你的四个字 三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很用得上 当你问他 承认这个考试没有 他还是用四个字 三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最佳的写照 对不对 同志们 所以 把枪口对外 如果我们多几个 像凯隆这样的 跟他学习 我们把那个枪头 对住他们 我告诉你 马华一定强大 猪肉涨价 猪肉涨价 这个很好说 很好讲 你记得有人刚刚做 農业部长的时候 他要带去内阁 我还以为他们 团结政府里面 先来一个内部协商 第二呢 一个月后 没有听到了 就冷处理了 国会再问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呢 你怎么问 这个问题 否不上来 就逃避了 只要你再问 现在你再问 任何一个 他的政党的领袖 他就用 嫌罗话跟你讲 像 这个是最好的例子 各位 所以今天 当我们当官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当时你做反对党的时候 你是怎么讲的 今天 当别人 在质疑你的时候 你就要把事情办好 这才不会辜负 我们对你的期望 对吧 我会得到这才能够的地方 就是 我们担心的领袖 跟这边 我们下方的领袖 bottleneck 我们下方的领袖 看到